在广东省佛山市青年台商会会长王玉佑的带领下 中心社记者近日走进位于佛山顺德成村花卉世界的家圣园艺总场 园艺场内只见大小不一 神韵各异的各类盆景摆放错落有致 让人宛若置身世外桃源 作为家圣园艺主理人 王玉佑对盆景作品如数家珍 在一盆雀蛇黄羊前 他拿起剪刀 在树上修剪起来 手法看似随意 实乃蕴藏匠心 在一剪一落间 王玉佑动情地向记者讲述他与盆景艺术结缘的故事 这棵树是参加过粤港澳台盆景艺术部安会都得到金奖的事 而且这棵比较特别的是 它是入选了中国邮政的邮票 这也是一个台湾盆景书的代表 能入选中国邮票的书也不简单 这叫确捨黄羊 这棵在我们手里也将近从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到现在 也将近四五十个年头 但是这个都是一个活的艺术品 它可以作为一个传家的代表作 传家之宝 加油黄羊 世代动良 王玉佑的父亲王振生 是台湾有名的盆景艺术家 受父亲的熏陶 王玉佑自幼喜欢花花草草 游对盆景情有独钟 他从小就立志 要成为父亲那样的盆景艺术家 求学时期 王玉佑就选择修读景观建筑专业 1998年 父亲王振生跨越浅浅的伊湾海峡 从台湾彰化到佛山顺德 创设了嘉胜园艺 2009年 学成的王玉佑追随父亲的脚步到顺德 一头扎进了咫尺盆景世界里 十几年如一日 精心雕琢 盆景人生 每天最重要的是 把整个盆景场地里面做一个巡视 巡视的工作很重要 再也就是浇水 浇水万一要是没有浇好的话呢 尤其在夏天那边就很容易出问题 还有施肥等等 这个都是很细节的东西 但是就是透过你每天不断地去巡视 然后去发现问题 我们是要发现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再继续再去做一个维护 这样维护这样子 融入园艺场域设计 打造了一步见景 取近通优的特色盆景园 如今 在父子二人的共同努力下 嘉胜园艺在陈村花卉世界已拥有七个盆景园 数目达数千株 所以我来的时候把我们的园区做一个转型升级 规划改造之后 透过一期的二期三期的模式逐渐改造 慢慢地把我们的园区打造成一个自己比较符合社会大众要求的一个园区 也借机吸引了非常多的民众前来参观选购 一盆盛笔一林春 方寸之间天地宽 浓缩万千世界 盆景更被誉为无声的诗和立体的画 王玉又表示 很幸运到大陆这边发展后 能学以致用 把自己所学的专业导入到园艺场域日常经营中 做艺术品其实人家说是因材施教 你先看这棵树的展示 但是你的脑袋瓜里面你要先想说 这棵树以后它要达到什么样子 作为盆景人来讲 每棵树就像自己的宝贝 所以我觉得是比带小孩还辛苦 盆景他不会哭 不会 他只会说 你要是给他水少了 他会哭给你看 让王玉又感到自豪的是 在促进两岸盆景文化交流中 他也贡献了一己之力 如今 台湾盆景与岭南盆景文化既已相互交融 碰撞出了新的火花 比如 借鉴台湾盆景的独特技法 岭南盆景生长成型时间得以缩短 这是两岸盆景文化相互交流的成果展现 说架起两岸沟通的桥梁是因为透过 我们广东省跟台湾的盆景界的文化交流之外 然后用盆景来说话 包含说各地的风格不一样 怎么去把广东跟台湾的盆景文化做个交流 做个对接 然后做个融合 这个是我们两岸盆景人一直在做的事情 把好的东西我们互相学习 不好的东西我们就慢慢去把它做个改进 这样才会进步 目前 陈村花卉世界汇聚台企达70多家 成为了台商台农创业发展热土 王玉又坦言 很多台湾年轻人还没来过大陆 建议他们多来实地走走看看 他认为台湾青年唯有亲自走一趟 感受大陆各城市氛围 才会知道世界是非常的大 一定要多走出去 多联动 这样才可以两岸之间的青年朋友多交流 才可以有更好的未来 这也是我为什么 我以前是在佛山市青年台商会 我是担任秘书长一职 为什么说我想要跳出来说 接任我们的第五届的会长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有这个使命 把两岸青年把台湾青年带过来 我们的大陆这边做更深刻的体会跟感悟 这个我觉得是我的一个使命